雷四零三花蓮強陣之後 發生的余震至今 已經超過了一千多起 那麼今天凌晨又發生規模六跟六點三 的連續強陣 造成富凱大飯店統帥大樓傾斜 但是民宿現在就發現了 這些倒塌的建築物 都距離非常接近 而且都在地震最火月的米輪斷層帶上 四月三號七點二強陣 重創花蓮天王新大樓直接倒塌 造成一名康姓女住戶不幸死亡 而不遠處的北冰街五層樓民宅 也被震到傾斜 一樓早餐店被壓垮瞬間消失 加上二十三號的連續強陣 被列為宏丹圍樓的統帥大樓 以及整修中的富凱大飯店 也抵擋不住強陣軟腳青島 時間退回到二零一八年的二月六號 花蓮發生規模六點二強陣 正垮占地千坪的統帥大飯店 酿成一人死亡 不過這些倒塌的建築物 其實都在花蓮市 就有網友發現這樣的巧合 根據了解這次倒塌的統帥大樓 和富凱飯店都位在花岡山附近 就在地人透露這裡的圍樓數量相當眾多 公園路的統帥大飯店 宣圓路的天王星大樓以及二十三號倒塌的富凱大飯店 還有統帥大樓 仔細看這些建築物的位置可以發現距離接近呈現一個梯形 而且巧合的是他們都在米輪斷層附近 米輪斷層帶上地震最活躍 就有網友推測可能和大樓倒塌息息相關 不過專家表示沒有發現斷層有重新活動的證據 認為只是巧合 而且這些建築物本來就結構老舊 才會不敵強政傾倒算是正常現象 但圍樓也是事實 縣服單位還得加緊處理 別讓悲劇重複上演 記者綜合報導